原标题 华裔老人在美被殴打致死 嫌犯被判入狱 扮念隐私者家人不满 据美国中文电视台报道 纽约华裔老人谢俊文被殴致死 案历史一年多时间终于落幕 非议男子安德森周五在皇后区行事法庭 获行六个月及五年兼外行为看守 当庭收押 谢俊文家人出席庭审 表示对结果失望 报道称去年7月将华裔老人谢俊文殴打致死的非议嫌犯 安德森在律师陪同下出庭 他身着身蓝色运动库和茂山家人并未到场 死者谢俊文的儿子女儿在两位友人的陪同下现身法庭 法庭上谢俊文的儿子谢伟康在发言时说 直到现在看到父亲空置的床铺和家里空空无人的后院就无法停止住对父亲的思念 他的离开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创伤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从此这个家庭失去了丈夫父亲和祖父而社区也失去了一位热心义工 我的父母本应当迎来结婚四十年的纪念日 然而现在我的母亲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醒来 我们对于六个月的刑期表示愤怒 我们认为法庭没有给我们应有的正义 社区人士陈嘉玲代表谢俊文女儿发言 嫌犯安德森在庭上表示对受害人的家人表示歉意 法官随后宣布安德森入狱六个月以及五年庭外监管 对于这一判决谢俊文家人朋友 君表示难以接受来源封面新闻 责任编辑诗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